中国好声音早前被爆出对李文不恭候 日前再度被爆出黑料纸 节目组暗箱操作导师转身 在最新一集的好声音中 导师潘伟波当时背对舞台 并且双手平放在大腿上 静静的听着学员的演唱 接着椅子突然自行旋转 但是节目中却没有出现 他伸手拍按钮的画面 而潘伟波本人也一脸错愕 所以心思忽是在说话 疑似被突如其来的转身吓了一跳 所以有网友曝光了从另一个角度拍摄影片 在0.3倍速的放慢镜头下 可以看见潘伟波暗灯的动作 但网友们对此并不买账 认为该影片被剪辑过 因此事情真相至今无人知晓 事实上早前曾有参赛学员爆料 只要向节目组支付210万元台币 就能买下前10名的名次 甚至是让自己心意的导师转身 不过相关帖文和账号随即被清除 一丝是遭到节目组的打压 但你坚定是证实了有黑幕的事实呢